北韓今生的举动 我们列出了一些 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 想要知道的问题 请到四位来宾 我们刚刚聊到的是 清淡要发射之前 有没有跟中国知会 当然两派的看法 再来看的是 美国如果打北韩的话 那要不要中国也同意呢 四位来宾怎么看 有没有分歧或是完全一致 美国打北韩 美国打北韩 要不要征求中国的同意 老师 老师Yes or No 那么老师请讲 这个我觉得打北韩 这个根本 我觉得是一个假议 议题不存在 对假议题嘛 这怎么可能打呢 对不对 那你要 第一个你要怎么打 你是要打核战呢 还是打传统战 传统战你怎么去弄 你要花多少人力 那你打核战的话 你很难想象 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觉得说 可能到最后 你还是得走上谈判桌 这个才是一个最理性的抉择 你除非 我刚讲了 如果说你非理性的 那可能有一些哪天发疯了 或者说拿这个 这个按钮一按 好了这个飞弹飞出去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可能就是意外 万一真的插枪 插枪走火 像我们的熊山 熊山 万一真的熊山的话 因为那边已经是很紧绷了 万一来个熊山那就爆了 对不对 那除非 我说除了你这个失去理性 要不然就是没有意外 除非这两种情况 有可能真的是爆发核战 如果说大家都是 在这种很理性抉择的 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说理性还存在 还是能够掌控 这个大家的决策 我觉得不太可能 刚刚说可能是创下吗 我说完全不会 完全不会 基本上美国根本不会打北韩 这个是完全不存在 为什么不存在 因为其实北韩 基本上是联合国所成立的 所同意的一个国家 38度线 也是经过国际认证的一条线 所以你美国 除非你是一个突袭 要抢救什么人 一个小小的突袭动作是可以的 但是以美国来讲 突袭斩掉金正恩 目前是没有这个能力 但过来 如果你真正要出兵 抱歉 一定要联合国安理会 你美国如果不能经过 联合国安理会 不管他去以前打海山 或打伊拉克的时候 还要照假证据 也要联合国安理会 但是今天 北韩的背后 一定是 其实普京安理会一定过不了 然后中国呢 其实在这个时候 就算他你金正恩随便的搞我 中国也不会同意 所以美国完全找不到 出兵的正当性 所以看到他搞来搞去 就只能恫吓 就只能恫吓 只能浪费一下 甚至于把过期的武器拿出来用一用 然后赶快的把它处理掉 但是他绝对不会打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征求中国 因为这件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 而剩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等着看 提热声呢 什么时候肚子痛 然后突然就不见了 但跟激情急当年一样 不小心肚子痛 因为当你有了核弹 有了可以攻击美国能力的时候 美国一向的做法就是 不小心国务卿就肚子痛了 然后就偷偷的就跑去了 拉肚子之后就不见了两天 然后就突然这些他们呢 就有私下的密盘了 哇 就谈好就是 所以如果根本战争不可能是选项 美国不会打北韩的话 那现在我们看 所有相关美军的部署的新闻 不就有点索然无味了吗 好像都是不假的一样 全部都是做给大家看的嘛 就是说其实你看 像美军来讲 其实最近美国人 美军也很可怜 这个应应朝鲜危机 或等等之类的 要经常出来跳个泡操 给大家来瞧瞧了 表示美军这个情绪 应观众要求演出 对对对对 因为像比如说你看 以那个美国来攻打 若攻打北韩会征求同意化 我们今天讲如果说是真情况 就今天你这个 因为其实之前 那个大陆的这个官媒 也已经宣读了 中国大陆方面的立场嘛 就是如果今天 是你这个北韩不长眼 就先率先去 那个打了关岛 或者说打到了日本的话 那美国人要报复你 那我做必须管我中立 但是如果今天美国啊 对不对 突然那个吃错了药 要打你对不对 要把你金小胖除掉 那我对不起 我就要依照中朝友好同盟条约 对不对我就要出来 毕竟我们之间是有条约 有签约的嘛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我个人认为 那你说两边这个仗 打得起来吗 很难 而且其实说真的 如果不管你是打飞弹也好 或是你核事也好 严格来说 它都是属于国际法里面 对不对 它没有犯任何一条国际法 虽然说核事 以现在普世价值来讲 都会认为它不应该做 但它没有危害任何一条国际法 它在它自己的国际里面 它就连飞弹飞越北海道 也不是领空 高度超过领空的定义范围 对对对 严格来说 对那个是属于那个space 所以它真的没有犯法 对它其实没有违反 任何一条国际的 国际法 对啊 国际法 对所以你说 你能拿它怎么样 你不能说因为 它做的事情不符合普世价值 你就去打它 那不符合普世价值的事情太多了 怎么不接你美国事实去打呢 对不对 那当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个人觉得 这个戏后面下面要唱下去 说真的啦 那就看他们双方 如何能够彼此的能够达到 就是了解到 就是找到那个中立点 就是今天我这样玩也够了 你这样玩也够了 不过我个人觉得啦 那接下来 你说那个美国会不会跟北韩谈判 我认为也还是不会啦 是吗 我们四位来宾再举牌一次 因为那个你玩一点 我玩一点 大家都够了 那够的时候 就应该是上谈判座的时候嘛 谈好条件 那接下来美国跟北韩谈判 会不会成真来避免战争 四位来宾都说会 只有你说不会 那继续补充好了 因为其实很简单 你今天金正恩已经把这个局 搞成这个样子 金正恩要的 其实就是要跟美国谈判 但是你看川普前面的 那个姿态已经做这么高了 如果今天川普同意美国的 这个去跟北韩进行谈判的话 那川普这个脸就没了嘛 就好比就说今天要 他是非典型政治人物 他怎么样做 其实很难说 但另外一个角度 你觉得我们今天政府 会突然宣布说 我们今天受九二共识吗 也不会啊 这个东西我觉得两者是 我们是典型政治人物 我们应该会有自己的原则 对 但我觉得 但我觉得今天你金正恩来讲 金正恩跟川普之间 已经搞成这个样子了 你说他们之间会 那个直接谈判 我个人认为 这还蛮难以想象的 而且说真的 两边谈判了 戏就演不下去了 对不对 就没有部署的那个 接下来的戏 后面你说美国要逼韩国 或逼日本买那个 陆上神盾啦 或说要那个军售啦 然后帮美国这个国防 系统城防商赚钱啦 然后俄罗斯要继续支持金正恩啦 或是大陆要继续觉得很尴尬啦 后面戏都演不下去啦 就是等于是 巴黎拿到最后一集演完之后 观众会期待 但是已经没有需求 The end The end 广告上演发冠名战术了 但是从来谈判 不会是主帅对主帅的啦 下面啦 都是在下面 然后正式是辗转 透过第三国 其他的人去协商 可是现在北韩他都很清楚 他以前的六方不要啦 他现在要谈的 就是跟美国谈而已啦 对他当然是要跟美国谈嘛 但过去美国都是想办法 用多边谈判的那种方式 不要说我直接跟你一对一 坐下来作业 但是如果 我刚刚讲了 川普不是一个常态性的 我们理解的思考嘛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有没有机会派特使 私底下透过某种关系 当然也不是直接跟金正恩本谈 其实没有特使啦 这是密使啦 密使啦 小庄罗德曼吗 对 类似这样的一种状态来处理 因为金正恩 我说他是一个理性的狂人 他很多事情是经过计算的 他不是随随便没有 我之前一直说 你看他打任何一次的武器或试报 他都会挑准了某些特殊的国际情势 跟特殊场合 他不是随便乱发 他那一次说我什么时候我要打什么 到关岛 后来他没打 但是过两天以后他才打 对不对 所以以这样的逻辑来讲 金正恩当然是要逼美国说 你让一些东西给我 你给我我要的 那美国当然在表面上 你是我可以私下给你什么 但是表面上我是大国 我不可能跟你这样玩 所以这种谈判是有可能会实现 但实现的方法就是我刚刚讲的 绕过第三国 或者是一种密室的概念去进行谈判 这个第三国有没有可能是瑞士 请教一下老师 因为瑞士已经出面说老 他们已经准备好扮演中介人的角色 来协助作调停 包括主办的部长级的约谈 对谈等等 美国跟中国也必须负起他们的责任 避免过度反应 这是瑞士对外的一个说法 为什么瑞士会愿意担任这样 他反应是中立国 为什么愿意出来当和世老的角色 其中之一是因为金正恩以前在瑞士念书 过去的历史 1994年北韩跟美国也在瑞士打成协议 冻结核武 所以瑞士出来喊话 是有那么可能性的吗 这个要出来做和世老 就大概都是有一个限制条件 就是你跟两次都会有一些关联 交情 有些交情 那这样子的话 当然瑞士在目前的情况来看 其实还是蛮适合的 适合 因为你中立嘛 这是第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 你其他国家 你要不然就跟美国结盟 要不然跟俄罗斯 要不然怎么样 总是会有一些政治上的颜色 可是瑞士他没有颜色 对不对 所以说他讲话就比较超然 对不对 那现在瑞士他自己也觉得很苦恼 地点 在哪里 瑞士那么老远 而且北韩的人是很讨厌坐飞机的 尤其是金正恩这种人 他一怕坐飞机以后就被人家按算了 对不对 当然他自己可能不会出面了 可是呢 现在就是 所以他讲说是部长级的对谈 对 那他当然 他就觉得说 那我们要找个合适的地点 对不对 那当然了 这个我觉得时间还早 还没有说还没有到现在 这个我觉得还不见得会立刻的实现 而且我看像这个讯息出来 我翻了台湾所有的报纸 大概就一家报登了 其他报都没登了 那我不晓得这个消息到底后来 这个情况怎么样 可能只是这个昙花一现 或者说他受到美国人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嘱咐 或是这个付托 希望他出来讲讲话 测一下风向 测一下风向 然后呢看看这个情况如何等等 那所以说可是呢 就算如此的话 我觉得他要 这个瑞士要出来 做这个合适老 做这个调停者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 可以思考的这个解决方案 但不会是最近 老师说的 最近可能还不会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如果国际间 现在就停止对于北韩的制裁 那么北韩会不会刚好 就顺着台阶下 停止合适呢 是否来宾怎么看 Yes or no 老师 这个我觉得 我本来以为说 这应该是还蛮 你安排了一个剧情 大家应该意见不会太相左 但没想到大家看法 还是不太一样 川大哥 基本上呢 北韩会开始表达的是说 他可以停止 但是他绝对不会允许你 去检查他的核设施 而且他会继续保留着 他继续提炼那个离心的 离心机继续提炼布 甚至刀汗川还有李六十 他也会继续进展 因为他会保持着一个 我随时可以翻脸 因为他在这样一个 不对称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乖乖的 我让你拆了 我以后就被你 予取予求 他今天终于可以 以你叫板 所以他一定会保持 所以他会承诺说 在什么什么状况之下 所以你会暂缓 乖乖的一阵 但是他绝对不会 让你进行核设施的检查 他也不会答应你 国际原始人总署进去 把他的设施给拆掉 因为他过去看过了 伊朗的例子 伊拉克的例子 格大菲的例子 我只要没有可以 致命你的东西 其实以他的国力知晓 随时就可以被暗杀掉 所以他绝对是 嘴巴会讲 但他绝对不会停止 甚至他的飞弹 还是会继续的 在合理范围内 而且他今天 最大的一个保障是什么 他的保障是说 因为他这样子可以在一个 美俄均衡之中 他扮演一个角色 像美国有7400颗核弹 俄罗斯有7400颗核弹 所以普丁就希望你 那十几颗占我这一方 那就也可以是 随时是一个 变成是一个枢纽转折 所以他一定是 好 他从此你会一阵子 在封锡里那边 没有看到在地道 没有怎么样 可是他的核研究 会继续前进 那家欣您看法不一样 我看法刚刚是跟创下一样 对 就是说在目前这种状态下 如果他把他的 最关键的核心交出去了 那接下来他就不能 跟人家再继续校正 他就没有谈判的 所以他要永远维持在一个 战争边缘的战略概念 他才有办法继续要到 他要的东西 否则他的周边这么多的强国 请问一下他一个小小的 既经济不发达 资源能源又不多的状态之下 他能靠什么呢 这就是我说 金正恩是一个 理性的狂人之所在 他会精准的去计算 但是他也敢做 别人所不敢做的决定 那所以以这样的逻辑来说 我认为他可能表面上 说好 我暂时之间 我不会再发射什么东西 但我所有的东西 机械装备 我所有的武器 我不可能交出去的 那老师干嘛 就是说如果说停止制裁的话 就会停止合适了 不是这个东西 还要有几个前提 就是说你如果说你停止制裁 好 那我们要上 比如说要不要来谈 当然这个停止制裁以后 我们还有一系列的东西 要来上谈判桌来谈判 那你现在这个谈判的 这个先决条件是什么 以前有个概念 就是当然美国人提出来的 叫CVID C是什么意思呢 是completely V是variable 那I呢 是irreversible 那D呢 dismantlement 意思就是说 你要完全的是可验证的 还不可逆转的 来把你的这个核武呢 全部都把它拆除掉 那这个怎么可能呢 那现在的问题是说 我现在要跟你谈的话 我是永和谈判 还是去和谈判 就差在这儿 我是我带的核子弹 我来跟你谈 那因为以往老美是说 你那个要先去掉 咱们再来谈 那是先决条件 好了 那你现在呢 那你要怎么谈 对不对 那哪有说 那像你这个问题 我是觉得说 这个很难回答 意思就是说 好了 那我们要先把这些先决条件 要先搞定啊 那搞定了以后呢 我们再看下一步是怎么样 翻译成台湾的政治上面的一个 这个术语大家就可以比较听得懂了 到底有没有先九二共识 再上谈判桌 有没有一个前提在那边 就能够比较清楚 原来是要有个东西在那边 才能够有机会上谈判桌的 好 最后一题 除掉金正恩 朝鲜半岛会换来和平吗 这代表怎么看 金正恩不在的话 朝鲜半岛就和平了 会还不会 都不会啊 会有另外一个金正恩吗 那夏伟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刚好南韩也说 要准备一个斩首部队 除掉金正恩 在12月就要成立了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对 当然了 南韩他当然希望 就是说能够透过 这个特种任务攻击的方式 把这个金正恩给咔嚓掉 他们也准备了一些部队 其实就像美国这个特种部队一样 能够进行这种 海陆空三期特种侦查 这不知一知都存在的吗 为什么南韩特别说 他们12月要成立斩首部队 当然他们希望能够 做到这件事情 但是说真的 你说这件事情有那么容易吗 我们从过去的这个 历史上的这个事件来看 你今天你要能够成功的 对一个政治领袖进行斩首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叫做人音情报 什么叫人音情报 也就是说今天 要有一个人能够在平壤 对不对 打个电话 告诉美国或韩国特种部队 司令部 我刚刚看到金正恩 进了几路 什么路 几项几号的 一个什么建筑物里面 像当时说到边拉登一样 对 甚至像这样 就是说其实当时美国 曾经差一点 就在伊拉克做到 就是当时他们在伊拉克 有个县名 然后打个电话 告诉他说 那个沙丹夫塞 对不对 然后进到了巴格达 美军马上叫那个B1轰炸机过来 要准备对那颗建筑 投下一个GPS定位炸弹 你知道就是说 在进去的这个过程中 甚至连这个GPS坐标 都要同时要准备好 然后那个美军的轰炸机 就在投下炸弹前两分钟 那个沙丹夫塞跟他两个出来 搭车走了 那炸弹当然就没有丢啊 但这个情况下 我刚刚讲 你今天你要能够在平壤 做这件事情 有人能够打这个电话吗 根本不可能嘛 没有网路 那是网路其一 其二是 因为北韩这个社会 它太高度控制性了 也就是说 今天像我们刚刚看到 那个北韩街头 大家出来欢呼 庆祝这个清淡设施成功 我跟你讲 你任何一个不该出现在 那个位置的人出现了 旁边所有人都问说 你是谁 完全像楚门的世界 安排好角色定位 就是说所有的人都 因为谁都 你知道左右邻兵 或者是谁 他们都已经清清楚楚了 你就说你有任何一个 不该在那边县地出现的人出现了 他们都会知道 你是从外面来的 你说在这个情况下 有任何人可能 任何一个北韩人就在那里面 应该在那里面出现 有办法拿一个电话 然后通知外面说 那今天即便不在 常见本岛依旧也不会和平吗 金正恩不会 因为我个人觉得 今天金正恩本身是一个 就是我们讲 就是那个北韩 这个政府一个头 也就是说 今天 没错 我们虽然说 秦贼要秦王 但是你说 今天这个美国政府 一直就是说 没有把这个王给 那个处理掉 或说大陆一直没有办法 把原先在 那个金正恩死前就把他先送回去 主要也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其实也做过内部 也做过评估 像这种要把人家重要的 这个政治领袖干掉 谁要做过的评估 就是这个人如果你干掉了 会不会出来一个更难传的对手 如果会 那你后面可能麻烦更大 对啊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也许某种程度来说 是美国的那种国安 就像没了格达费的利比亚 跟乱一样 对 其实是真的这样 像比如说二战的时候 也有很多例子 当初要把这个三本 这个除掉的时候 美国内部有很大的激变 就是说 我们如果把 真的把三本五十六干掉 万一联合舰队继任长官 能力比三本更好 那我们是不是要更倒霉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直接都是在做 那个决策之前 要经过全盘 考虑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今天你金正恩真的除掉了 你就真的保证 北韩马上就这个土崩瓦解了 然后这个所有人都心向 心向西方或心向南韩 大家就通通 这个交出自己手上的一切 然后这个安安稳 做那个韩国的顺民吗 不可能吧 所以一旦金正恩除掉 来了一个更难产的怎么办 所以这种 斩首这种事情 说真的 有时候还是不要乱斩 比较好 其实北韩金正恩的话题 我们节目聊了这么多 越聊我越发现一件事 虽然很多人 不会认同我的说法 但是好像 它的存在 对于很多国家 很多产业 其实是有正向发展的 我们下期再见了 本来继续聊